大家好 你知道胡萝卜怎么做才是最好吃的做法吗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分享胡萝卜最好吃的做法 学乎的这种做法 无论是大人小的都爱吃 就连没有压来乱奶奶一次也能吃上一大盘 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 既个做早餐又个做主食 吃过的朋友人人都说好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就关注 现在正是胡萝卜大量上市的季节 我们可以一次想多买一点 然后这个去皮 去过皮的胡萝卜我们给它切去投个尾 然后从中间一份永热 再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这粗的一边是四面切 里边的芯不要 因为这里面的芯到最后我们压泥的时候它有颗粒状 胡萝卜切了之后我们上楼给它蒸熟 盖上锅盖大火烧开上期给它蒸20分钟左右 好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各位老爹看一下 不知道收没收我们可以用个筷子扎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盛出之后我们给它装入一个沙袋中 这样既能把胡萝卜中的水分给它挤出来 而且有助于我们把胡萝卜给它压成泥 盛出之后我们要扎紧口袋 趁热把里面的胡萝卜水给它挪出来 盛出的胡萝卜水千万不要给它倒掉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用来打饮料喝 绝对是高营养零添加 然后我们再把出锅水的胡萝卜泥给它倒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再给它加入适量的炼乳 一定要给它加炼乳 适量的鸡汁粉 鸡汁粉能增香 搅拌均匀 如果还是感觉不够甜的话 可以再加点白糖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炒匀之后 我们给它加入适量的糯米粉 边加边搅 一直给它搅拌着能撑团就可以了 想吃嫩一点呢 我们就把面团给它和软一点 想吃少的有韧性一点呢 我们就把面团给它火烧的硬一点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只要手能给它挤成像丸子一样的形状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个干净的头盘 里边给它加入一半的头皮芝麻和一半的面包糠 然后给它混拌均匀 然后我们把胡萝卜面给它出成剂子 好 所有剂子出好之后 我们给它粘上一层芝麻面包糠 好 面包糠粘上之后 我们用手给它拍一下 放到正中间 两个手合着给它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压就成了边缘薄中间厚的饼状 这样我们一个胡萝卜饼就制作完成了 做好的烧屁 我们给它下入四层热的油温中进行炸制 下进去之后不要轻易的推动它 要给它炸制变形 给它炸制微微扑起来 接下来我们轻轻的翻动一下 在炸制胡萝卜饼的时候油温不能太高 一直要给它保持风油温进行炸制 不然的话里边没有熟 外边就一定上色了 热的时候我们的火给它调至最小 给它慢慢轻炸 就来一位给它轻一翻动 使它炸骨起来像这样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所有的胡萝卜饼啊 这个是炸制漂浮起来 然后一个一个都是胖猪猪的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捞出控油装盘 这样做出了胡萝卜饼啊 好吃美味 营养又解馋 第二个我们替大家打开一个 让大家看一下 哇 各位老姐看一下 颜色非常的漂亮 看着非常的诱人 接下来我替大家尝一下 嗯 咬一口 满口都是胡萝卜的清甜 和炼乳的奶香 真是太好吃了 绝对让你吃一口就停不下来 吃一口就念念不忘 吃到嘴里边非常的香甜软糯 特别适合老人孩子吃用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一定要学会胡萝卜的这种做法 好吃美味 营养均衡 特别是长身体的孩子 和老年人啊 一定要常吃这款美食 常吃身体好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进来吧 近来的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